开始 Bench Cut Kobe Bryant Michael Jordan LeBron James 乔丹 科比 詹姆斯 首发一人 替补一人 裁掉一人 来看看邓肯怎么回答这个宋命题 情商太高了 近日 退役之后 笑声尼迪的邓肯 突然出现在老队友 理查德·杰夫森的播客节目中 在节目里 杰夫森向邓肯提了不少宋命题 比如 他当时首先问邓肯 马努 帕克和海军上将 三个人 首发一个 替补一个 裁掉一个 能怎么选 邓肯考虑了一下说道 我会选择首发上将 替补马努 裁掉那个法国佬 当时邓肯说这个 肯定没有怀着恶意 毕竟这仨人 都是自己的老队友 尤其和近处比利 与帕克的关系更好 因此 邓肯回答这种问题 可以说不会带着任何报复心态 但是紧接着 杰夫森就送上一个宋命题 那就是经典的 乔丹 科比 詹姆斯的三人 首发一人 替补一人 裁掉一人 你应该怎么选择了 只见当时邓肯眉头一皱 发现问题并不简单 这可以说是经典的宋命题了 但随后邓肯就展示了 自己球员时期的幽默与智慧 说道 我会选择首发他们三个 我先去替补 然后再把我裁掉 杰夫森也是哈哈一翘 对邓肯说 没错 这就是正确答案 不得不说 即便是退役了多年 老邓肯依然是这么逗逼 我先去替补一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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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替补一皱